欢迎来到《小九撩剧》,今天小九带来 《腋下之空窗期》第53集 所以,你该怎么补偿我? 口红印怎么都擦不掉? 陆毅只好在下车的时候,特地戴了一个口罩 代驾将车钥匙还给他的时候,还偷偷瞄了他几眼 下下在一旁,只觉得这个场面十分滑稽,又有几分尴尬 拉了拉陆毅的口罩,故意笑道,知道丢人了 不丢人,就是怕被熟人看见 他住这栋楼也有一段时间了 来来回回都是眼熟的邻居,快走 他身上的酒气已经退得差不多了 车中的那个吻几乎将他的魂都吸了过去 下下被他推着进了电梯 忍不住瞪了他一眼,你这么着急 陆毅凑到他耳边,不是着急 是有话想对你说 下下被他神秘的语气搞得莫名其妙 什么话?现在就说啊 他正要问,电梯已经到了 陆毅输了密码 便拉着下下进了屋 这是第二次来他家,和之前的布置没什么区别 就是客厅的茶几上多了一束鲜花 下下回头望他,哪位美女送你的鲜花 我要是有这么好的桃花运就好了 是我今天订的 想着你过来,看到花卉心情好一点 陆毅一边解释一边摘下口罩 走入卫生间,用洗面奶洗了一把脸 下下就站在他的身后 靠在浴室的门上,静静看着他 这男人真帅 洗个脸,水珠子滴在他的脸上,也这么好看 多看一眼,就会心动一分 他在心里暗暗笑着 他的心他的人全部都放在了他的身上 就算没有鲜花,看到你,我的心情也会很好 你还是不够懂女人 下下说道,抽了一张棉肉筋递给陆毅 陆毅表示赞同 叹了一口气,我是不懂女人,所以才会小心眼 才会去猜自己不该猜的事情 下下察觉到,他的情绪似乎是有那么一丝丝失落 你在猜什么事 陆毅还是决定直接问他 谢霄今天找你到底什么事 下下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原来你在乎的是这件事 不仅在乎,而且我还吃醋了 陆毅委屈巴巴地说道 下下被他的表情逗笑了 这男人还真的拿他没办法 你吃饭的时候,我只看到你喝酒 没有看到你吃醋 不准转移话题,下下 陆毅很认真的说道 好,告诉你也没关系 省得你在心里瞎猜 谢霄给了我一张银行卡 卡里有三十万 三十万,你为什么要收他的钱 你要是缺钱可以和我说,我会给你 陆毅越说越激动 他是希望下下和谢霄断的一干二净 这会儿怎么又和钱沾上了关系 我就知道你会想歪,其实这三十万是我的 我之前和他分手的时候 给了他三十万,那时他收下了 没想到他之后会还给我 下下本来觉得自己很穷 突然又多了这三十万 不禁感慨人生,真的是柳暗花名又一村 我还是第一次听说 男女分手,女人给男人钱的 陆毅听完之后 实在是哭笑不得 这种事估计只有下下这种女人才做得出来 这有什么的,我不想欠他 但是他说,我没有欠他 爱不爱这种事,不由自己 这句话,下下想 陆毅应该会懂 爱与不爱,哪有这么好控制 陆毅淡淡一笑 你以后都不要再和他联系了 知道了,他都要结婚了 只是没想到,他会这么快结婚 下下感慨道 其实这么快结婚也很正常 既然得不到自己最爱的那个人 那么和谁都一样 生活都是可以将就的 并没有所谓的非你不可 我们不是也快要结婚了吗 陆毅走近他 两人的视线对在了一起 下下娇撑地推了他一把 他笑着握住他的手 你真的变漂亮了好多 现在才发现 下下不满 他虽不是什么绝世青城的大美女 但也好歹是清秀佳人 陆毅凝视着他 当然不是,早就发现了 高中见你第一面 就觉得你好可爱 眼睛大大的 皮肤白白的 一头碎长发 毛茸茸的 毛茸茸 我又不是小狗 你怎么就没有对我 见色起义呢 这样我们也能谈一场早恋 下下很开心 他还记得见自己的第一眼 谁说我没有见色起义 但是你那时候都不理我 我性格又比较固执 不敢靠近你 总觉得你很讨厌我 陆毅还记得 他几乎不会找自己主动说话 可是对别人都是满脸笑意 少年的心总是骄傲又敏感 下下一把捧住他的脸 傻瓜 你真的好笨 怎么这么怂 这一点路易承认 是 我真的很怂 不过还好 他们错过了彼此的年少时光 在快要步入而立之年的时候 终于袒露自己的心声 下下 我有没有对你说过 真的很喜欢你 高中开始 我就很喜欢你 现在和你在一起的每一天 我都很开心 很开心 这是一种心想事成 万事如意的开心 就算你说过喜欢我 我也不介意 你每天都对我说一遍 女人是需要被爱的 需要每一天都能感受到对方的爱 女人如花 绵绵的爱意是最好的滋养 好 下下 路易靠近他 两人的鼻尖凑在了一起 碰了碰 缠绵又美好 下下搂住他的脖子 点起脚尖 美好的一刻就要开始 忽然一阵刺耳的手机铃声响起 下下哀哀了一声 赶紧去包包里拿手机 一看到手机上的联系人 小声对路易说道 是我妈 路易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就说你今晚不回家了 要是被下下爸爸知道 他夜宿一个男童之家 怕是立马从家里赶出来 将路易打得落花流水 下下在心里思索片刻才接起电话 喂 妈 下下 你怎么还没有回家啊 哦 我晚上想和朋友多聊会 就住上关西家了 这个谎撒得合情合理 反正他之前也常常住上关西家 那好吧 你们晚上早点睡 好的 妈妈 再见 下下挂下电话 深呼一口气 他这个谎撒得真是眼不眨心不跳啊 他又急忙给上关西发了一条信息 要是我妈妈今晚问你我有没有住在你家 你就说有 拜托了 他顺手又发了一个红包 希望对方能被为这金钱屈服 上关西立马回了过来 别告诉我 你晚上和路易孤男寡女 下下 不是你想的那样 别瞎猜 上关西 不是孤男寡女 那就是干柴烈火 下下被自己的好朋友的脑洞笑倒了 总之 帮帮我 上关西 好的 那红包 我就不客气地收下了 下次我再好好审问你 下下这才放下手机 朝路易嘟嘟嘴 都是为了陪你 我不仅撒谎 还欠了人情 陆毅 谁让你不让我见光 我要是见了光 我们就可以光明正大的在一起了 听起来 你还挺委屈的 下下试探问道 是很委屈 所以你要补偿我 陆毅察觉到 下下想要逃走的小心思 立马将他拉回自己的怀里 下下被他禁锢在怀里 只能似笑非笑地望着他 你想要什么补偿 算算我们多久没在一起了 陆毅一脸认真的问道 算不到 下下别开脸 不去看他那双不怀好意的眼睛 却在心里偷偷笑着 见不到他的日子都被思念沾满 见到了他 又觉得这时间过得怎么这般快 从傍晚开始 见到他的那刻起 再到现在深情相依 下下的每一次心跳 都是因为他 只有眼前这个男人 才能激起他 内心深处最隐秘的情思 陆毅也不恼 直浅笑 算不到也没关系 重要的现在 是今晚 他刻意拖长了 今晚这两个字 可以吗 我就知道你心怀不轨 哼 你才发现 会不会有点迟了 陆毅的声音 渐渐低了下去 含住他的小巧的耳珠 下下无路可退 只能被他抵在门沙发上 缩在他的胸前 面红耳赤 一想到他的真正意图 整个人都好似 被一把火烧着 越烧越旺 下下已经说不出任何话来 尤其是拒绝的话 他怎么可能 拒绝得了眼前的男人 陆毅的稳温柔而又缓慢 不再像刚刚坐在车里那般急促 今夜 这般漫长 他们还有很多时间可以慢慢递号 他与他相拥几番缠绵 直到下下红着脸 将他推开 他才笑着 将他重新揽进怀里 隔着衣服 轻轻揉着他的肩膀 那个 我想先去洗个澡 不过我没有带换洗的衣服 我下楼去买吧 下下正打算起身 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 你的牙刷 毛巾等等 什么都有 陆毅笑咪咪的说道 你去哪里买的 下下差一道 现在网购很方便 我没事的时候就上网看看 陆毅拉着他去了房间 指着其中一个衣柜 这个衣柜留给你的 以后你来 换洗的衣物可以放在这里 下下对陆毅只有一个福字 我好像还没有说 要和你同居吧 嗯 我知道 但是未雨绸缪总是没有错的 你说对吗 陆毅一脸无辜的样子 看得下下哭笑不得 他打开衣柜 里面的睡衣 倒还是都比较正经的 不是什么情趣出格的睡衣 这么看来 陆毅还算是个正经人 这些睡衣 款式挺保守的 下下拿了一套长袖睡裙 最基础的纯棉款是 他自己至少会买 稍稍性感一些的蕾丝 睡衣只要料子舒适 穿着舒服就可以 难不成你想让我给你买 更性感的 下下关上衣柜的门 你想多了 他拿着睡衣走进卫生间 突然发现 陆毅准备的沐浴露是他 一直用的那一款 这男人的心还真够细的 正当准备冲澡的时候 他突然发现花洒没有水 试了好几次 还是没有水 不得已之下 他只能求助陆毅 陆毅换了一身家居服 走进了浴室 我刚忘了和你说 要先把这里的开关打开 陆毅仔细交着 下下这才明白 真麻烦 我知道了 你出去吧 下下都不知道 是不是对方故意为之 不过他也懒得去管了 在外奔波了一天 他满身疲惫 只想痛快地洗一个热水澡 他背着他吞下了身上的浴袍 花洒的水打湿了他的后背 陆毅忽然就迈不开脚步 站在他的身后 盯着他雪白的背 下下察觉到陆毅的眼光 叹气道 你还不出去 水流声滴答 陆毅走上前 从后背抱住他 下下没有的颤抖 他可以感受到 那是他肌肉的触感 他不敢转身看他 只轻声道 你耍流氓 热水淋湿了两人的身体 下下闭上眼 半靠在他的怀里 他的手扶着他的腰 另外一只手 却贴着他的小腹 下下心里忽然生出 不太好的预感 他隔着水气 正脱不开他的怀抱 反而却落入了他的圈套 我只对你耍流氓 他坦白自己的欲望 下下本想出言反驳 奈何这一招 对自己就是有效 他眼中含了春水 眸中软得好似要滴水 健壮只能无奈地斜看他一眼 油嘴滑舌 路易低笑 知道下下已经默认了自己的行为 他伸手将花洒调到最大 水一下子哗啦下来 下了下下一大跳 还以为水压爆炸了 他贴着他小腹的手 渐渐下意 下下被抵在浴室门上 一只腿被迫抬起 他用手指将它慢慢打开 下下想拒绝 话一出口 却变成妩媚的娇宁 他咬着下嘴唇 只能紧紧抱住它 两人的身子贴在一起 下下愤愤道 变态 路易得逞的笑笑 过了好一会儿 下下几乎站立不稳 他才用浴巾 将它包住 抱回了卧室 路易的卧室极其简单 桌子上只有一台笔记本电脑 和一瓶面霜 下下踢了他一脚 给我擦一点面霜 我脸有点干 他的脸蛋红扑扑的 路易将面霜拿了过来 涂在了他的脸上 下下又继续命令他 去浴室拿睡衣 我想睡觉了 一想到刚在浴室 他就觉得自己有苦难言 毫无还手之力 不急 路易捏捏他刚擦完面霜的脸颊 软软的 滑滑的 还有一股淡淡的香味 话音落下 他的蚊便缠了上来 很快卧室便响起了 以你的声音 月光温柔 透进窗缝里的晚风 将窗帘轻轻带起 床头只点着一盏 他送他的玉金香花灯 昏黄的灯 照在两人的身上 路易扯去包 在下下身上的玉金 露出了他白皙圆润的香肩 平坦光洁的小腹 他细细地吻着 怎么都觉得不够似的 时宜是意 如今的路易 已经可以毫无负担地 对下下说出心中的爱意 可以坦然表露自己对他的欲念 他的爱中 加着浓浓的欲 只有与他缠绵 他的心才会得到莫大的满足 如今的欢爱 他知道他是对自己百分百信任 毫无保留 他的眼眸水一般的温柔 彼此在呼吸间 他身上淡淡的沐浴露清香 与他身上的气息纠缠在一起 难分难舍 那是一种特有的 欢爱的余香 钻进鼻子里 人的心意瞬间就缩了 他们之间 不知道从何时起 早已是如鱼得水 默契无间 下下眯着眼睛 盯着他的锁骨与喉结 忍不住伸手摸了摸 路易一把按住他的手 交叠在他的胸口 一阵难以言喻地 苏 马感觉渐渐涌上 他整个人渐渐滩软下去 折腾了这么久 彼此就为了这几秒上头的滋味 夜已经很深了 路易心满意足地将他抱在怀里 眼里都是燕足与欣喜 下下狠狠揉了一把他的脸 称骂道 坏蛋 路易睁开眼睛 捏住他的下巴 下下立马求饶 我的意思是你不是坏蛋 他又怂又可爱 路易好心地帮他套上睡衣 上面还有一股淡淡的洗衣液香味 下下拿起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已经凌晨了 他却不觉得困了 想到自己马上又要离开他 心中顿时充满着不舍 都一点了 我下午就要走了 夜还过去 他就忍不住提起即将来临的分别 我送你回去 路易说道 不用了 我爸送我 下下叹口气 下下 我不想和你地下恋了 我好累 路易心一痛 再多的缠绵 都抵消不了这一刻的心痛 是不是我还不够好 所以你不愿意告诉你的父母 下下靠在他的怀里 听着他的心跳 不是你不够好 是我太在乎 越在乎 就越害怕 路易在他耳边轻轻说道 我会等你 一直等你 还会一直像现在这般爱你 呵护你 这样爱我 你都 explained